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芒果也挺香的 价钱不贵 就试一下吧 这些芒果呢 你买了五个回来 你选择了两个 晚上可以先吃 还没吃到那些什么呢 放在烧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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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在冰箱里 就已经可以了 因为这些芒果 你一旦焗着它 它又很容易会抹皮 会黑皮 你说不是啊 我以为我今晚又吃 明晚又吃 这些那么青 又如何呢 你看 你 你 放在烧机里 放在烧机里 你不用明晚了 晚一点就吃了 那 除了芒果之外 其中一个最大的主角 就是糯米 之前做糯米饭 就做了一些 一些旧糯米来的 这些旧糯米做这些 芒果糯米饭 都是相当适合的 但是你要浸水 你不要放水下去煮 那些糯米倒了出来 我们先洗了一转 洗了一转之后 浸糯米也要有足够的水分 一份糯米 糯米的水分 它有两份 最少有三四个小时 要浸它 浸它五六个小时 都可以 现在我们轻轻浸它 那 在泰国的浅罗广场里面 里面的芒果内味饭 五光十色的 很多种颜色都有 其中一种颜色是紫色的 适防之前 在马来西亚 有些碟豆花 我们用热水 做些碟豆花 先做些碟豆花 做得很简单 把水放进去 让它尽速加热 我们无求让它有些味 有些碟豆花 蓝蓝色素出现 碟豆花水正在做 我们就拿一半糯米出来 这边我浸一些碟豆花 另一边我浸清水 碟豆花水真的 哇 都没那么快 十几秒 它有最好的色素 它就呈现出来了 当然这些碟豆花 完全是可以吃的 我之前做红豆糕 也会做一点点 颜色更好 但是你不要用这么热的碟豆花 去浸一些糯米 那我们也要先把它放一下 我想它快点凍 很简单 如果我放些冰粒 就可以了 一会就凍了 当它完全凍了 之后 我们就随即把碟豆花 倒进去 等它慢慢浸 浸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呢 都要浸几个小时 这些过程呢 都要浸几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要理 那就等它浸三个小时 当糯米正在浸之際 那我们就处理了 那个椰浆 买一些包装的椰浆 那我们也要煮到甜甜的 那我们也要煮到甜甜甜的 那我们就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用湯羹出来 那我们就下一个湯羹糖 那你用多少糖 就用多少水 就用多少椰浆 那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下一个饭羹到砂糖 那我们就下一个饭羹到糖 那我们就下一个饭羹到糖 那我们就放进微波炉 那我们就下一个饭羹到三十秒就可以了 那三十秒就下一个饭羹到尾巴 那我务求呢 用微波炉 因为有点热力 就把糖和水 打成一个糖浆 那在这个糖浆那里 那我们轻轻地下一点点 那些盐花 少一点就好了 那我们就熬一熬包椰浆 那我们又 那我们先把它拌均匀 那这个 这个 是不是很简单啊 如果你看到它稀少少 你便加多一点椰浆 那我们现在就 那我试了之后 那我试了之后 那我觉得椰浆的味道 也不太足够 那我确定的就是 那椰浆那里 那里呢 就 两个茶匙 两个匙匙 两个匙匙 那如果我家里有花奶呢 这段时间你可以加少点花奶 那让你这个椰浆就更加滑 那我再加少点花奶 那差不多 那这个 那这个 糯米饭面 这个椰浆呢 就完成了 那它主要呢 都是有少少少 椰奶的香味 那有少少甜味 那这里就保留了少少少 那糯米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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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 那我们逢是处理这些生果 那那我们的 砧板啊 和这些生果啊 都是要用一些 熬的水啊 或是冻水啊 就洗一洗它 那目的呢 都是要清洁一下它 那这些清洁 生熟食物清洁 这些方法呢 如果家裡有菲律賓工人或印尼工人 就灌輸這些知識給他們 讓他們明白到生熟的東西要分開 最好是分開不同的砧板和顏色的毛巾去處理 就更加理想了 做這些芒果糯米盤 選擇芒果 現在這些天時是最棒的 選擇一些剛剛熟的 通常在生果檔買回來 放一晚就最理想的 就像這兩個 年內都更實實的 明天就剛剛好 但是今晚吃的 不要緊的 因為我剛才一個小時 就放了一個蘋果 它都很熟熟的 味道很熟熟的 但還是可以的 我們開的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用小小把插插插長長的刀 然後就貼著核在這裡 我們慢慢開 這個芒果很漂亮 現在切出來的很香 然後就把它開了 我們做的也是很簡單的 然後我們就用一些尖刀 我們就在斜面那裡 然後就隔 然後就負責 然後就負責 然後就拿到一個菱形出來 待會等它 一反出來的這段時間 但是我們要吃完 就變得好 那就變得好 好 如果你們喜歡吃剩肉的 就用一個河子把肉全部拿出來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現在就把肉放進去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現在就把肉放進去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就把肉放進去 芒果冰锅之继,这些是怎样呢? 这些一般来说,当然是煮的就先吃 因为旁边也有很多肉 不然我留下来煮些芒果西米露,或者芒果布丁都可以 也可以煮洋之甘露,大家可以参考我的影片 YouTube搜索《骑人吹水》,芒果布丁,你就会看到 未看之前,当然先吃一口吧 的确不错,有些菲律宾芒果的味道 糯米经过3小时浸泡后,进入下一步 这边先煮水,旁边也要煮水 接着用蒸糯米的格式 这样就利用一个煮汤的鱼袋 然后浸泡了3小时 水的糯米,全部都要隔清水分 接着用一些椰浆,拌一拌 目的就是让它有些椰浆的香味 还有有些椰油,饭会稍微油稍微 用匙羹将椰浆和糯米混合一拌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随积放入鱼袋 放在一边 再放入鱼袋 接着用来处理豆花 这些,水滚时也不要管 隔了水后,看一看成果 浸泡得多漂亮 同样地,放一些椰浆 然后放入鱼袋 然后放在鱼袋 倒入鱼袋之后 这些糯米在中间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放一些洞 目求蒸的时候 中间也会有些蒸气 滲上来的 接着用来开大火 水滚,放一些糯米饭 然后放入鱼袋 中大火蒸 大约蒸40分钟 然后中火 让它慢慢蒸 这样 每隔10分钟 加少许水 每隔10分钟 加一些滚水 做这个芒果粒糯米饭 一定要做浸米过程 才能做到糯米饭 就会粒粒松软的效果 如果放入鱼袋 一起蒸 就像做粒饭 有时候 你未必会做到 那些糯米饭的效果 保持着中小火 现在糯米饭 约蒸了40分钟 期间 每隔10分钟 就補充一些水分 如果有些网友 我家里用蒸烤炉的 那些蒸烤的 那些蒸烤的 你需要蒸多 10分8分钟 看一看模样 看来碟豆花的颜色 又不是太深色 那我们就 撩一撩 葱朗米饭 中间那些 看看它是否透露 差不多了 蒸这个饭 还有少许技巧 就是和大家分享 去到最后 这5分钟 我们在饭面 就放少许水 因为蒸这些饭 饭面会比较干的 如果饭面有少许水 它会弄出来 饭面就不用太干 那我们就蒸多5分钟 就可以了 再看一看模样 那我们刚才已经试过了 那我们每逢蒸东西都是 开个盖才能关火 拿出来这些看 大家就更清楚了 那这些饭 蒸出来 粒粒晶瑩通透 那现在我们就要轻轻打松它 那我们也是要 吹到一个 10分钟状态 那你刚才你拌了些 椰浆下去 那些饭 它就不会太黏 黏在一起 那糯米饭 放在当风的位置 要吹了30分钟 这样 基本上 已经去到一个 室温的状态 那 这次浸了三个小时 也挺理想的 那糯米饭 那我稍然 放在椰汁里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就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那大家就可以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那现在我们做的很简单 那我们拿一碗出来 那我们就 把糯米饭 那我们就 把糯米饭 放在那里 糯米饭 铺满了之后 那这些芒果就正 那我们就把糯米饭 后来 放在那里 那里 那我们就 慢慢把它放在那里 慢慢把它放在那里 把糯米饭 把糯米饭都拿出来 那我们把糯米饭都拿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 放在那里 把糯米饭放在那里 把糯米饭淋上去 糯米饭好不好吃都是靠这些 如果你在泰国吃的,有些会炸脆的 把糯米饭跟上去就会吃 到最后,还有点新鲜椰浆 再加上去 一个双色的芒果糯米饭呈现眼前 最重要的是浸糯米 最少要浸三个小时 蒸糯米之前,多加少少椰汁 加少少油滑,蒸出来就会好少少 在蒸饭过程中,最好要加一两次水 因为每一只糯米的瘦水程度都不一样 这次也相当不错 下一次是炎炎的做个芒果糯米饭吃 喜欢吃糯米饭的网友给个赞 喜欢吃芒果的网友,订阅职人吹吹的频道 如果两者都喜欢,麻烦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继续吹水,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下条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